柯粉那個時候啊 在七鳥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直酸 這些支持者們到那個七鳥東路 是一個應徵面試的行為 他就講說努力衝衝下去 下一個臨飛板就是你 他們就講說你衝進去 就可以月薪20萬 結果現在事實證明 原來只要到柯文哲身邊 不用衝就有月薪20萬 跟陳志涵一樣 那陳志涵的這個 你會講一下民眾黨的這個 立委的部分區的補位規則 為什麼你會覺得就是這個 徐瑞希的退黨跟陳志涵 立委往上升會有關 因為柯文哲他之前有講過說 就是他們的部分區是兩年一任 然後他們八席的話 兩年一任就到十六席 那十六席 排到十六席之後 再排兩個女生就是到陳志涵 那現在就是說有一個 徐瑞希就是退黨了嘛 也就是說他只要這所有的 那個民眾黨女性立委 只要再有一個出示退黨 或者是卸任請辭 那這樣的話陳志涵就會變成 不分區立委 師傅陳志涵永遠最辛苦最棒 這絕對是對當前民眾黨最大反諷 因為說出這句話的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張喬瑜 臉書頁面上洋洋洒洒好幾篇 通通都是對著陳志涵罵 因為他心裡真的苦 看看張喬瑜回應網友的話 他說反正看到他們夫妻 都要誇獎辛苦了 你們所有事都沒錯錯的是 我們支持者 自家人開始找戰犯了嗎 我們可以理解到支持者現在 對於很多的整個過程 可能會有一些不滿跟焦慮 那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也會檢討 儘管說會在檢討 但陳志涵形勢高調 連科粉們都難忍 張喬瑜更繼續抨擊 認為事發好幾天了 柯文哲都說別添亂 但陳志涵夫妻卻一直發文引戰 根本是在幫忙添柴火 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一個政黨 因為他就是從網路起家 所以每個網路各自都是一座山頭 然後就覺得很有話語權這樣子 然後常常都會用這些粉絲 來要挾黨中央去做什麼事情 其實最讓這些基層 支持者最無法接受的是 黨中央可以一直對外出包 支持者卻只能一忍再忍 出這麼大的事情 還不准黨員發表意見 甚至柯黑四插貓 先前爆料許甫月薪12萬 被陳志涵說查也不查仔細 現在查仔細了卻又被說 是在揭露個人隱私 個人的薪水應該是個人的 可知被所得 還有隱私不需要外界來智慧 現在我們可以說是在補考的階段 我們會窮盡一切的職力 來挽救支持者的信任 這真的是在補考嗎 看在支持者眼裡 恐怕還是很難及格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覺得有點難過對我的基層的同仁 因為他們被肉搜 把他們的薪資去做一個排行 上館長陳志涵直播吐苦水 讓民眾黨力院黨團主任陳志涵 不滿的排行原來是這個 網紅四插貓劉宇計算 總統大選三大進辦政策 募留總薪水排行 時任柯文哲進審副總幹事的 陳志涵排第五 總薪資超過102萬 四插貓說 五個月算下來 陳志涵月薪平均20萬以上 就是你敢報 大家都可以看 這全部都是公開資訊 寫在監察院網站上面 四插貓算出 募留總薪資前20 民眾黨佔了12人 但陳志涵為團隊救驅 訴說他們走大甲媽又多苦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為了省錢 我們怎樣嗎 我跟你講我們是 我們是住那個公廟的大通鋪 很簡陋的大通鋪之外 我們有睡在遊覽車上 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 被這樣公審跟肉搜 民眾黨他們其實在選舉期間 一直哭說 他們很窮 很可憐 很辛苦 可是看來阿伯 對那個底下的員工 都還滿好的 陳志涵說在科團隊工作 人手勢多 紅四插貓操作 薪資排行是人格謀殺 並且聲明自己月薪不到10萬 四插貓排行把年終加班費 薪資混在一起亂講一通 公布基層員工的個人隱私 是垃圾資訊不值得回覆 把我罵我 好兇 他說我是對他的什麼人格抹殺 他就說他這些錢 是賺得很辛苦 他說那個 他還要陪阿伯去走大甲媽 人家走大甲媽是為了信仰 你走大甲媽是用了月薪20萬 真的不爽不要幹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不實 爭議延收 帳目資料各界持續挖到底 新聞陳一中 徐宇辰台北報導 文哲夫人陳佩琪被爆出 近期在物色要價1.2億的豪宅 遭到藍綠議員質疑 夫妻倆財產申報不到3千萬 能到家裡堆滿現金 也引爆了兩個女人的戰爭 民眾黨立院辦公室主任 陳志涵主動跳出來 開戰國民黨議員游淑慧 買房子都報現金去嗎 有沒有可能是用貸款的 甚至嗆下要罷免他 馬上遭到游淑慧反擊 游淑慧臉書發文回嗆 這讓他覺得啼笑皆非 並舉例解釋 一般人買五千萬的房子 起碼都要一千五百萬現金 買1.2億的豪宅 自備款更不止三成 現金可能要四到五千萬 如果不用特權貸款 一兩個退休人士的收入 自備款可能要拉高到五成左右 等於要六千萬現金 年輕人就是因為 少了這些現金而買不起房 最後大酸陳志涵 這樣查清楚了嗎 怎麼還有空發臉書罵人 東森新聞政中心綜合報導 不管怎麼問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就事不說 這回他現身台南神情看似輕鬆 不過外界關注這場活動 是民眾黨爆發政治現金假賬營運後 柯文哲與昔日新婦蔡碧如同場 蔡碧如不僅沒有親自迎接他 真正的活動更是不公開 兩人互動如何 只有場內人才知道 因為蔡碧如先前砲打黨中央 黃昌時任總幹事黃珊珊要負起政治責任 殊不知蔡碧如的聲聲喊 柯文哲看似不為所動 呂次強調黃珊珊負責善後 先穩住正腳再究責 指示主席這條政治路 是否已經走得如綠薄冰 陳志涵案指說蔡碧如 哎呦 我們現在在問才是見縫插陣 立法院黨團主任陳志涵 還檢討黨內有些事見縫插針 被指引是暗訪蔡碧如 柯文哲對此事不多說 同樣嘴巴緊閉的 還有被見指的當事人蔡碧如 兩個女人是陳志涵跟黃珊珊 跟明明 我在這個外圍這麼 一樣嘛 假日就不回應這樣的新聞了 被問到黃珊珊關鍵字 蔡碧如避而不談 反而畫甲子全開 談自己未來在黨內角色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黨部去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小黨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人到各個地方去開支善業 甚至到各個地方去做先鋒 來做這個地方組織的一個發展 柯文哲與時日親父蔡碧如見面 兩人關係早已不如從前 但在鏡頭前心裡就算有再多怨言 也不好意思把怒氣展現在這麼多小草眼前 東森新聞之中先綜合報導 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她講說辭職最簡單 壁骨拍一拍就走路了 現在整個散後小組還是你要來負責 言下之意就是沒要讓黃珊珊走人 柯文哲似乎有意定調懲處就到財務長為止 但就怕這樣難以平息黨內怒火 尤其開出黨內第一槍的 就是過去柯文哲心腹蔡碧如 這回黃珊珊馬失前提 藍影也高喊要柯文哲快醒醒 這主席讓黃珊珊處理散後小組 給他敗部復活的機會 但整個民眾黨被淋死幾天了 過去黃珊珊拿假民調破壞藍白河 有想過民眾黨的死活嗎 有想過在野的成敗嗎 也有民眾黨人士分析開展黃珊珊 黃國昌將掌握民眾黨團一切主導權 不小心就會向藍影過度傾斜 黃珊珊是能維持柯文哲黃國昌恐怖平衡的棋子 散後小組這是行政的事 中平會懲處那時候他們另外 這兩個是互相獨立的事件 我覺得是這樣 誰的責任誰就把他扛起來 把他做好 這才是負責人的態度 柯文哲主席應該好好思考 如果質疑全黨護三三 所托非人的下場 就是讓民眾黨繼續失血 柯文哲政治獻金申報不實 如火燒連環傳 民眾黨全把錯推給會計師 但柯文哲卻對該負起全責的黃珊珊 如此佛心 只怕難以鼓中 東森新聞 陳上瑜葉婷在台北長島 柯文哲競選總統期間 使出渾身解數酬糧草 但酬到的竟是一疊一疊的鈔票嗎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被發現有14萬多筆的個人捐贈 其中現金比例高達93.7% 遠高於匯款 數量更超越藍綠 賬面上看起來甚至有300多人 是捧著10萬元現鈔應援 與標榜年輕支持者最多的形象 明顯很不一樣 昨天就已經大膽猜測 這肯定又是一個低級的申報錯誤 因為如果使用第三方金流平台的話 它會扣除手續費之後 將剩下的錢 會入你參選人的政治獻金賬戶 柯文哲競選總部 阿伯你又報錯了 議員進一步分析 柯文哲使用了第三方金流平台 應援科技提供的捐款服務 該公司也發聲明表示 會在扣除手續費後 撥款進候選人的政治現金專戶 並開手續費發票 其會告知透過系統代收的捐款 申報監察院時應選匯款為捐贈方式選項 因此按照柯文哲登錄了971萬餘元的平台手續費 一百分之三計算 也就是應該有3.23億多的刷卡小額捐款 議員推測柯文哲應該是把線上捐款 誤報成現金了 柯文哲也坦承真的怪怪的 這一看就知道是錯誤 這表示當時就夠錯了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都是 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我們哪有那麼多現金很少 至於有沒有拆賬 這個就要實際去對才知道 政治現金申報漏洞百出 一看就知道了錯誤 就不知道以建立SOP為最有名的柯文哲 為何在被他黨發生之前 自己人都看不出來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穿上KPT-shirt和帽子 柯文哲當起模特兒 要行銷自己的募款小物 吸引一堆小草瘋狂斗內 但隨著政治現金 報假賬爭議越演越烈 就有黨員抱怨 當初小額政治捐獻 卻沒憑據也沒抵到稅 質疑這些錢到哪去了 競選小物 都是透過募可公司來去購買 但是募可公司到今天為止的金流 始終不明 那是不是應該負責任的對外公開 募可公司這一邊 到底你賣小物賺了多少錢 監察院給的正式收據 其實就是給進總或是中央黨部 最終是由黨中央 寄正式的收據來給捐款者 不少支持者和黨員都以為捐款買小物 是支持柯文哲和民眾黨 結果捐出去的錢至今流向不明 邀請李文中兄妹負起他們的責任 公開透明的讓大家知道 不要讓小草們覺得又被當韭菜 小草的質疑 柯文哲必重就輕 而前幕僚柯玉安陳同發文 他說在2018年競選期間 當時人力一樣不足 一樣在選前兩天上網公開所有的競選收支戲目 而且內容都經過財務監督委員會的專業查核 集體決策集體負責 沒有任何個人可以擅自調節 如果這樣的做法在當年成為一種SOP 為什麼到了今年所有過去的慣例完全蕩然無存 過去柯文哲已清廉公開透明自豪 現在不只淪為笑話 恐怕也讓支持者心寒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來聽柯文哲回應政治獻金的爭議 如果可以建立的話 將來整個選舉帳戶也一併使用 這樣一開始就會有一個 終究還是要變直化 這樣才不會像這次這樣 整個帳真的是亂七八糟 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 他們把有問題的帳端抽出來就一大跌了 從這個五萬六去登陸成五千六的 一大堆抽數 數字抽的真的還不少 所以第一個財務監督委員會的建立 第二個 我們還是要建立長期合作的律師團 像這一次他們被傳訊 我們就發現奇怪 我們律師真的隨便抓 因為平常也沒有做準備 政黨是一個很容易去牽涉到法律糾紛的一個團隊 所以還是要建立一個長期合作團隊 第三點 我們黨內那個應變小組要重新建立 我們在選舉期間也有設一個比較簡單的 以這次案例 我倒覺得 其實社會大眾不是懷疑 柯文哲的誠信 社會大眾懷疑的是柯文哲的治國能力 因為事情發生以後 那個處理在我們看起來還是荒腔走板 所以我們會正在 依照我的慣例 還是會寫SOP 啟動標準 比方說有三家媒體報導同一件事情 緊急應變小組就要開始啟動 那那個報告哪些人職務代理人的順序 這種都會重新建立 最後一點是這樣 我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他講說辭職最簡單 屁股拍拍就走路了 現在整個散後小組還是你要來負責 因為當時你是總幹事 那現在出事了 這些查障還有相當多的數量 必須要在監察院的登陸系統去更正 那剛才你講的 這種查障的結果與其陷入被動 讓媒體每天抓一兩個錯誤來打 不如我們就定期你知道 把每次查障的進度發現什麼 直接跟社會報告 最後還有一點 面對這種媒體的抹黑 還是有新聞回應的能力 所以我們至少 從今天早上九點在中央黨部就開始開會了 有一個完整的 一個組織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財務進入委員會 長期合作的律師團 用辯小組 散後小組 都還在今天啟動 最後是這樣 台民眾黨成立以來 還是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看我們過去這五年 但是每一次我們都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繼續往前進 所以這一次我也是跟大家講 我們不會被挫折打倒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前進 我們最後還是要改變台灣 主席但是因為你說不會干涉中平會 但你剛剛又說黃先生應該要來處理善後目的 所以這樣是代表說他不會被開除黨籍 這個是這樣啦 工作等一下 這個我有這個 沉間會流鼻涕 早上都過敏了 這是這樣啦 散後小組這是行政的事 中平會懲處那是他們另外 這兩個是互相獨立的事件 我覺得是這樣啦 誰的責任誰就去把它扛起來 把它做好 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主席剛剛有說 現在將你們裡面都看得差不多 那有發現到你申報的個人捐贈收入當中 現在被發現說這個現金捐款的比例是高達9.3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另外還有有沒有發現 有刻意把這個捐款金額拆成多筆申報的中 第一連喔 這個 賬沒有都查完了 查完就好辦 我們是讓捐款大概有18萬筆 支出大概有1萬筆 那如果再把中央黨部的算進去 中央黨部那邊也有3萬筆 老實講喔 有人在嘲笑我們 他說你們就是誠實申報 你看那個國民黨才報2億 那個是你們怎麼可能是2億 你們還乖乖真的去申報了3億多元 我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建立台灣的一個新政治文化 稱之申報 當然有人說報得越多臭越多 被抓到有問題的越多 但是我倒覺得是這樣 稱之申報按照制度走 如果我們哪裡有過失再去把它改變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文化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點喔 我們那個報仗裡面 他們現在真的一比一看 問題很多 所以表示我們真的還是要建立電子記帳制度 然後你說那個什麼現金跟那個 一看就知道是錯誤 這表示當時又夠醜了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都是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我們哪有那麼多現金很少 至於有沒有拆帳的那個 這個就要去就要實際去對才知道 是那因為現在台南市黨部爆出說有捐款 然後但是沒有憑證或發票 那現在對帳有包括這地方黨部的部分 對嘛 如果有抱怨有那個來 我們登陸我們就會處理 那等一下跟蔡壁如合體會預計有什麼樣的互動嗎 那現在黨內有聲音就是可能讓蔡壁如回來黨中央嗎 其實他也沒有離開黨中央 他也是 今天去的那個活動就是 他是在組織部底下那個創新創業委員會 他也是建築委 他也是在負責我們整個那個跟新創事業聯絡的人 一個主要的召集人 所以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在這個黨裡面 在哪個位置都有 都有在工作 對這個組織有幫幫忙 這樣就是了嘛 但是這個金華城案被爆出了一個神秘會議是Day Zero 然後開完會之後 你們就有接到那個陳情 然後當時您好像就希望 毒法局可以趕快來處理 這個是這樣啦 像這個就是典型的例子 你知道 那個我在下樓之前 我們的發言人吳宇軒特別打電話給我 他說那個李正浩 他講的那個我老實講 那個就是議員便當會嘛 我在當市長的時候在每次總質詢之前吼 如果願意來的議員 每個人分配30分鐘 他把他的問題就先寫好 然後會交給局處 去做演理 然後來當場就30分鐘 一條一條 你要求什麼 我們恢復什麼 這個就行之有年啦 我大概幫八年市長都有這個制度 一年兩次嘛 在總質詢之前 其實那就是映小微的一個陳情案嘛 所以 這個都一樣 參加的人喔 從這個府會聯絡人到 被 就是議員要求的議案的相關的局處 所長都會出席 好我們聽到柯文哲喔 是針對了包括金華城案 還有這個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喔 一一做了說明 可以感受得到這個阿伯 真的是頭髮毛的事喔